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做馋了很久的蒜蓉辣酱 可以加馒头,半米饭,粘火锅,炒菜 不管是怎么吃都好吃 用的主要食材是小米辣和大蒜 首先把小米辣放进水中,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之后,把地部再掉,放在一旁 把大蒜先剥去外皮,再放在水中,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沥干水分 把洗好的大蒜和香米辣,全部都放进绞肉机中 再加入两块生姜 盖上盖子,选择中档键,把它打成碎末 这一步呢,大家需要8秒钟左右,做得非常的简单,快速 比熟做的要省时光了 也不要打得太碎,像这样子就行了 锅中放入比炒菜多一点的油,油温是到5成热左右 然后把辣椒大蒜末放进锅里,先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往里面加入盐,白糖,生抽,蚝油,鸡精,调一下味 这些调料的量,根据大蒜和辣椒的多少决定 最后再加入一勺白醋,一勺白酒 用厂子先翻板均匀,一分钟之后,转中小火,再炒10分钟 10分钟之后,锅里会出现这样子的状态 水分已经全部逼出,呈现这样子粘稠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蒜蓉酱,口感上真的特别的香 而且还没有任何的添加,给家人吃的也放心 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很多人都没有食欲 装上一份这样的蒜蓉辣酱,不管是搭配馒头,米饭,还是蘸火锅炒菜 都能够让人食欲大开,不会再因为家人挑食而烦恼 我家人最喜欢用这个加馒头拌米饭 有时候我也会用它来蘸火锅 虽然这个酱的诱惑力很大,但是胃不好的朋友还是要尽量忍住哦 不吃或者是尽量少吃 一次做的多吃不完,可以把它放进干净的保鲜盒中 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密封冷藏 可以吃很久都不会坏